思不真 每日灵修 看待耶稣如同心中的主人 而非偶来的访客 那些尝过福音好处 感受过圣灵大能的基督徒 宁愿失去一切 也不愿失去救恩 因为知道耶稣是至宝 有些浅显易懂的真理 我们读通了就过去 但宝贵的真理 不仅对初信者适用 对灵命生者 仍然是很好的提醒 比如我们是罪人 这真理提醒我们要谦卑谨醒 还有信靠耶稣必然得救 这真理也带给我们喜乐与希望 当我们越明白真理 就越信靠耶稣 相信这一生 我们还要更多经历 上帝向我们展现的真理 我们对圣经的真理 了解多少 就应该亲身去实行操练 或许我们所接受的真理 还夹杂着一些错误的观念 求主怜悯 教导我们除掉他 同时 仍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尽管他们有软弱 但因着互为肢体的份上 要彼此帮补扶持 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爱 力行真道 并宣扬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